問題雙方寫頭小 而這位六五十九歲先生會記得 明天四點鐘 準備要出門運動的時候 拿出了浴霾的身高 還有鐵錘 砍殺哥哥 六十九歲殺害哥哥的嫌犯 錄網被帶往派公所時 情緒人就很不容易 然後非常發燙的傷者被送往醫院 無聲令危險 唉唉唉唉唉唉唉